那我們提醒三個是來介紹WE這個計劑詞 WE在我們中文裡面穿成有兩個意思啦 第一個用或者是以 所以WE通常會加工具表示使用什麼工具去做什麼事情 像是我們可以用筆來畫畫或是用筆寫字就是用 用什麼工具來做什麼事情 那第二個呢我們穿成HAVE跟著通常會是家人人 或者是有生命的東西跟著什麼人 會跟什麼東西像狗啊貓啊一起去做什麼事情 做什麼事情這樣 那我們來看下面這個部分喔 來第一題 Can you sing 請日唱歌 那後面加人呢 就是第二點這個 你可以跟著我一起唱歌嗎 和我們一起唱歌 Can you sing with me 跟著我一起唱一樣 和我們一起唱歌 兩個人唱就開始了 再來我們看一下第二點 We can draw a picture 我們可以畫畫 用什麼畫畫呢 有沒有看到後面有工具 你可以用鮮筆啊 或者是用彩色筆 或者是用水塞筆 水塞筆 可以這樣拿水塞筆 用畫筆來畫畫 Can you brush 用畫筆來畫畫 先用什麼工具 就是第一點的 用什麼工具來畫畫 那第三題呢 You can write a letter 這裡面寫一封信 寫信 做這件事情 用什麼呢 Math Pen 那一支筆 所以那一支筆也是工具 筆也是工具 所以我們用We 所以加工具 使用那一支筆來寫一封信 那我們看一下第四點 My brother 我的哥哥 總是呢 怎麼樣呢 Frisisbee Frisbee 是名詞 飛盤 飛盤 我的哥哥呢 總是呢 跟狗狗 然後跟那一支狗 還飛盤 所以We 拿照 你看 一起有生命的 跟人也可以 跟狗啊 貓啊 狗都可以 我的哥哥呢 總是跟狗 還飛盤 那第五題呢 Would you go to a movie 看電影 看電影呢 好嗎 跟我跟我 有沒有 With me 跟著我一起看電影 Would you go to a movie With me 欸 這邊也是個問句 不要這個問號喔 Would you go to a movie With me 跟著我一起去看電影呢 你要不要啊 對不對